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地里 我们今天来看怪谈百物语之雪女 吉出生在越后国 十年前她在路边救下一个昏倒的女子阿雪 阿雪长相美貌,十分能干 两人结为夫妻,成为村民羡慕了一对 两年后,吉带着阿雪来到江户 投靠了一个远房仙气 并和她学了一些维持生计的手艺 虽然八年间夫妻二人一直没能补育后代 但妻子阿雪依旧美貌,丝毫不见老去 人们十分羡慕吉的福分 这天晚上,吉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自己回到了小时候 和爷爷一起上山砍柴 中途遇见暴风雪 爷孙二人躲进山上的草屋 当吉去捡回落下的柴时 看见一个白衣女子正趴在爷爷身上吹气 爷爷瞬间就被冻死 随后白衣女子转过身发现了吉 梦到这里,吉就被吓醒了 第二天,村里出现一具尸体 奇怪的是,明明是炎炎夏日 这具尸体却披着缩衣带着斗笠 十分冰冷,分明就是被冻死的 尸体的手里还握着一张纸条 看起来像是什么符咒 不偷对此,束手无策 当地一个名望颇高的道士 却觉得是雪女作祟 雪女是越后国一个血精化身的妖女 有时候会夺人性命 有时候又会替人治疗绝症和伤势 隐藏着万能的灵力 很多人为了得到灵力四处寻找雪女 但因为害怕被冻死 在大夏天也会穿上缩衣斗篷 而那具尸体上的符咒 就是用来封住雪女妖力的咒语 一天晚上即半夜失眠 醒来发现妻子不见了 他出门寻找 却发现家门前沾满了冰雪 他一路跟着冰雪往前去 发现一个人拿剑指着妻子 他还没反应过来 妻子就化成雪女杀死了那个人 小时候的记忆一瞬间涌上了其的脑子 原来妻子阿雪就是他小时候遇见的雪女 当年雪女念他年纪太小放他一马 但警告他不准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否则就会来取他的性命 随后便将他的记忆消除了 吉甲装什么都不知道 回家继续躺在床上 第二天在妻子的注视下 若无其事地出了门 而大街上正因昨晚那具尸体而喧嚣着 晚上吉回到家中 实在忍不住便和妻子说起了这件事 雪女见他已经知道了真相 便露出了真身 因为吉违背了当年的誓言 按理来说雪女要将他杀掉 但是雪女于心不忍 两人决定就此忘记这件事 没想到就在他们相拥的时候 他们的屋子闯进了几个 想夺取雪女灵力的武士 武士拿出符咒就要对雪女下手 吉一把抢过符咒将他撕碎 但自己也被武士刺中 雪女眼见爱人被杀死 十分愤怒地杀死了几个武士 随后用自己的灵力帮吉疗伤 随后为了吉的安全 雪女离开了她的身边 爱会让人放下仇恨 也会让人放手 已经拥有了幸福 真爱何其伟大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